独时有学问 让我们何您聊 前数后数 南唐无悦 时国震颤 乱天下 阳卧流眼 前流领域 帝王风火 暗天涯 千里悠悠岁月 回望万亡千军 多少恨 多少泪 断脸不横移 金歌鞋马 镇魂高歌 敬请收听 独时有学问之 五代十国风云路 十国篇 上下五千年 独时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讲 五代十国风云路 十国篇 南唐称雄 上回我们说到 徐温执掌了五国的朝政 周边的军阀听说五国内乱 纷纷前来讨伐 此时两国的新皇帝朱有珍 想以此建立军功 于是便派出了南面北面行营昭陶市 王景仁率梁军直逼寿州 这位王景仁可不是别人 就是曾经的淮南宣州观察室 王茂章 原来王茂章投奔前流后 初始变量 反被朱温留下了 未必梁慧 改名王景仁 听到消息的徐温 兵来将党 请大将朱锦与之对抗 梁军在霍丘 摆开了架势 大战一场 怎奈梁军不善水战 吴军依靠淮河发起了进攻 梁军屡战不胜 只好败走 梁朝和吴岳同是淮南的死敌 打退他们的进攻 徐温在淮南的声望直线上升 之后 吴主杨龙衍 册封徐温为齐国公 两者昭陶使 在封建社会中前期 如果封外姓为大国公 就意味着权力交接的开始 曹操先封魏公 再封魏王 然后曹丕善待 之后的司马昭 刘豫 萧岛成 萧衍 陈霸仙等人 都善学前辈 现在轮到徐温 照猫画虎 徐温本是今天的连云港人 古临齐国 所以就封为齐国公 徐温的大儿子徐之逊 知道老爹将来要做皇帝 自己肯定就是皇太子 心高气傲 连吴主杨龙眼都不放在眼里 经常让对方下不来台 甘兄弟徐之告 在徐之逊眼中也不算个人物 徐之逊能瞧得起的 估计也只有老爹徐温了 淮南名将朱锦此时守在扬州 在徐之逊手下做事情 朱锦曾经教过徐之逊兵法武艺 算得上是师生之仪 可是徐之逊却把朱锦当成了家奴 经常遗弃直使 朱锦好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现在倒给徐家小儿当奴才 哪里肯咽得下这口气呢 后来二人起了口角 徐之逊竟然派江湖刺客 去暗杀朱锦 不过朱锦武功很强 不在乎这几个小贼 直接把他们杀掉 埋在了自己的后花园里 做了花肥 不过 徐温听说了朱锦在扬州 和儿子闹了矛盾的事 他胳膊肘朝礼拐 便调朱锦去四周 做怀宁军节度士 实打实的名声暗将 朱锦受不了这份窝囊记 决定赶票大买卖 他听说徐之逊 看上了自己的小妾陶氏和坐骑宝马 便盛情邀请徐之逊来宴 愿意把陶氏和宝马 送给徐少爷 徐之逊不知有诈 满心欢喜地前来赴宴 朱锦恭恭敬敬地 请徐少爷上座 然后传呼 陶儿过来伺候少主子 联想处香气袭来 果见一个大美人摇曳而来 徐之逊眼都直了 大喜 相公如此厚爱 知逊哪里承受得起啊 多谢多谢 但是痛饮一番之后 他被朱锦割了首级 朱锦一不做二不休 带着徐之逊的人头 积极入宫 交给了吴王杨龙衍 他说 徐之逊无礼大王 臣已斩之 杨龙衍胆小怕事 吓得已经是魂飞九霄爱 他担心 如果徐温要是知道自己和徐之逊之死有关 那还有好果子吃吗 隐秀挤走 颤抖颜抖 这是你自己干的 日后齐功问罪 与我无关 朱锦见杨龙衍如此不中用 气得大骂 彼此不足 语成大事 这时徐温的亲兵已经追来了 朱锦跳墙逃跑 结果摔断了腿 他知道自己已经是难以逃跑 为了不受辱 干脆横剑自吻 在金陵的徐温 听说儿子被杀 吉帅精锐如扬州 大肆诛杀朱锦党羽 并灭了三族 最后又扑朱锦失于扬州市中 临走前 留下了义子徐之告总督扬州军政 然后回到了金陵 徐之告束手扬州 继继续施行他的人证 远近百姓都称到徐之告所为 徐温对这个干儿子非常放心 一年之后 徐温强迫杨龙衍称帝 其实杨龙衍对当皇帝没兴趣 死活不同意 只称吴王 改唐天佑十六年为五五亿元年 封徐温为东海郡王 尊赴杨秦密为太祖吴王 杨龙衍一直活在徐温的阴影下 当吴主十几年没有掌过一天的权力 郁闷成吉于五亿二年五月并死 按照顺序 杨行密三子杨蒙当立 但是杨蒙不死杨行密幼子 杨浦懦弱无知 徐温觉得 离这位做吴王不好控制 于是便越次立了杨浦为吴王 打发杨蒙去书州做团练使 并改五亿二年为顺义元年 徐温再一次回到生州享福 杨州大事他都交付徐之告 这一年的七月 徐温改生州为金陵府 南京在五代施国时 只有一次建都的经历 就是后来徐之告在南京建立南唐政权 基础就是徐温这时候打下的 徐温作为吴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金陵也实际上成了江东的行政中心 此时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问题 虽然贫心而论 他看好徐之告 但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 人心难夺呀 一时没有下定决心 但实际上 此时徐之告已经成了吴国军政的二把手 行军司马徐杰曾经选徐温把权力传给亲生儿子徐之寻 严可求也同样不喜欢手段强硬的徐之告 经常拨弄是非 徐温也的确有了换掉徐之告的打算 顺义七年十一月 徐温强迫杨普称帝 但是这次更加不顺利 还没等杨普考虑好了 吴国大成相徐温就已经害疾病死了 徐之告运气真好 徐温在更换子嗣这个接骨眼上病死 那些没有真本事的亲生儿子 比如徐之寻 就算有天大的能耐 他也没辙了 吴国军政大权 毫不意外地落到了徐之告的手里 徐之告继承一父一志 继续逼迫杨普当皇帝 杨普无奈 只好在徐温死后不久 自称大吴皇帝 改元前真 徐之告当政 徐温的几个亲儿子非常不满 暗骂父亲糊涂 特别是徐之寻 当初他是有可能被立为皇储的 现在大权旁落尤其痛苦 他开始和徐之告对着干了 而且这个人完全没有政治智慧 对所有不是自己亲信的人都大加欺压 结果就是朝廷众臣们都活生生的被逼进了徐之告的阵营 甚至连几个亲兄弟都觉得他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徐之告 徐之告能做杨行密和徐温的干儿子 他绝非登险 不会眼见着徐之寻篡权 反正徐温已经死了 诺大淮南地区 谁还敢对徐之告 说半个不字呢 前真三年十一月 徐之告以皇帝杨普的名义 让徐之寻来扬州朝见 徐之寻不知事迹 就应召觐见 刚到扬州 徐之告就以阴谋造反的罪名 把徐之寻给关了起来 不过 徐之告对徐之寻还算客气 他没有杀了对方 反而在不久之后 徐温四字 镇南军节度时 徐之简病死时 任命徐之寻去守洪州 当然 徐之寻也只是个挂名的 镇南军节度士 石泉还在徐之告的手中 既捞名声又捞实惠 何乐不为呢 吴大和三年十一月 徐之告上走皇帝杨普 说自己想回金陵养老 杨普同意了 徐之告这年也只有四十三岁 养哪门子老呢 不过是准备在金陵建立新政权的前走 关键扬州实在不是一个建都的地方 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不如金陵的 徐之告学习了义父徐温 坐镇金陵总控淮南 让亲生儿子徐景通在宋祈秋 王令谋的帮助之下 辅政扬州 实际上是监视吴国皇帝杨普 杨家的孩子们自从杨行密死后 三个小主子都是傀儡 一个比一个窝囊 杨普命运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至于生死听天由命吧 杨老的第二年 徐之告请皇帝封自己为东海王 他做事稳妥 知道胖子不是一口吃下的 要慢慢来 就是这样 到了大和七年九月 徐之告命吴国皇帝杨普 先将年号改为天作 然后再顺从名义 加封徐之告为 赏父 太师 大丞相 大元帅 爵位 进封为齐王 加九夕 事情到了这一步 傻子也知道徐之告 下一步要干什么了 此时徐之告 还要做出姿态 三辞三让 群传一个劲的劝 估计这些人 一边劝一边都在骂 你有完没完 费半天劲 还要假推辞 这没完没了了吗 没过多久 徐之告终于推辞不过 当上了大齐王 吴天作二年十一月 吴国皇帝杨普 又在下诏 允许徐之告在金陵 建齐都 称为西都 和东都江都府 并为吴国二都 此时 徐之告掌握 吴国军政大权近十年 统治基础 根基牢固 即使那些阳形力时代的老臣 看到阳家血脉 不久就要灭绝 也没有胆量和实力 做些什么 只好向现实低头 比如德高望重的中书令周本 徐之告本希望 作为吴国老臣的他 能够带头劝杨普下胎 可是周本不想干着缺德声 长叹一声 杨家带我恩重如泰山 识人路不忠于人 传出来 恋面何存 此时 杨形力的二儿子 立杨公杨庚 是痛心杨家将亡 在私下联络杨形力 当年的老臣们 想除掉全臣徐之告 周本作为杨形力的老牌嫡系 和徐家父子不算深交 自然是杨盟争取的对象 果然得到消息后 周本就站到了杨家这边 希望能扳倒徐之告 也算是给老主子杨形力 有了一个交代 可是他的宝贝儿子周洪作 哪把杨盟当回事呢 密使王命徒 把密谋的杨盟抓起来 送给了徐之告 那还有什么好呢 徐之告立刻以吴国皇帝的名义 将杨盟处死 杨形力的四个儿子 已经死了三个 徐之告决定 快刀斩乱麻 以免夜长梦多 于是正式废掉吴帝杨普 自建新朝 吴天座三年十月 吴国皇帝杨普正式训位 先代理他为江夏王杨林 去金陵传善国诏书 其王徐之告 在金陵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城地 建国好大齐 改吴天座三年 为齐生元元年 遵义父徐温 为太祖五皇帝 虽然徐之告受膳时 对殉帝杨普 还自称什么老臣 并遵杨普 为高尚思悬 洪谱让皇帝 看上去天花乱坠 可一年之后 杨普就不明不白地死在扬州 至于杨普是怎么死 只要看一看南北朝时 前朝殉帝的悲惨状 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杨行密的老臣周本 勉强到了金陵劝进 回来后常叹 我随吴太祖大恩 今见徐氏篡无 而不能报死太祖 我快八十的人了 难道让我再向徐氏 屈膝不成吗 不久 他气愤死去 徐之告当上大齐皇帝后 有一个想法 自己本来姓李 差点改姓杨 最终姓了徐 现在还有必要 再传徐温的香火吗 他徐温 当年没把自己当成亲生的 徐之告决定以怨抱怨 不再给老徐家脸上抹粉了 徐之告便把这个想法 传给了徐温还在世的两个儿子 徐之正和徐之恶首领 这两位在徐之告称帝后 也当上了王爷 但毕竟只是附庸之人 现在徐之告想改姓 两个人自然顺水推出 带着众臣上请皇帝 还付李姓 徐之告就等着这个结果 于是假意推辞了两次 就决定复姓 声援三年正月 徐之告复李姓 改名李辩 徐之告本来想改名李昂 可是犯了唐文宗李昂的名讳 又想改叫李皇 可朱温这私称帝后 已经改名朱皇 所以只好定了一个辫子 不知是不是巧合 五代十国帝王改名的时候 名字多佳 日字旁 如梁太祖朱温 改名朱皇 唐明宗李四元 改名李丹 后汉高祖刘之远 改名刘高 就连后来宋太祖 赵光义 也改名叫赵炯 不知道还以为 是排着家谱下来的呢 在讲究门第高低的 封建年代 李辩既然付了信 自然要在理性中 认个像样的老祖宗 姓李的吗 任唐朝皇帝 做祖宗 再合适不过了 唐高祖李渊 唐太宗李世民 自然要做先祖 可是李家之迈太多 具体任哪一家呢 李辩看中了 唐宪宗李纯的第十子 剑王李克 旧五代史 则说李辩 是唐宪宗李隆基 第十六子李林之后 李林在安史之乱时 有歌剧江东之意 最后叛乱被杀 名声比较臭 李辩既然要找个好祖宗 不太可能选择李林 就像袁世凯称帝后 也没有选择袁绍一样 还有一点 李辩生于公元882年 而剑王李克 死于824年 时间距离比较近 辈分上也衔接得上 李辩认了李克 做老祖宗 自然要对老祖宗 有所表示 尊李克为定宗敬皇帝 曾祖超为成宗平皇帝 祖父智为惠宗安皇帝 父亲戎为庆宗德皇帝 国号当然也要改 改旗为堂 至于徐温 既然不是一家人 也就不用那么毕恭毕敬了 改徐温庙号为义族 意思就是 你这个族不算数 李辩和许多封建皇帝一样 对前朝殉帝都不放心 必须斩尽杀绝 而且比起刘豫 萧道成等人来说 李辩更加心狠手辣 他把杨家子孙 先到海陵 派兵严加关树 除了给点吃喝之外 是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去的 让他们自生自灭 时间一长 杨家的男女 因为没有配偶 只能尽亲结为夫妇 结果生出了一大堆智障残疾出来 再后来周世宗 柴荣下淮南市 已经继位的李景 害怕杨家人被周世宗利用 于是将杨家人尽数斩杀 杨行密从此算是真正的断子绝孙了 李辩虽然对杨家手段残忍 但是对百姓却比较宽忍 他知道 得罪了杨家 不过是被后世挖苦一句残忍 得罪了百姓 就很可能得到现实报应 于是大力发展社会内政建设 治安比较稳定 经济也在逐渐的恢复 经过徐温和李辩的致力 江东已经富家天下 不过这还不够 李辩计划在接下来的时间 将江东南唐建设成为 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 准备再现大唐雄风 上下五千年 读史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 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建转写的 五代十国风云路中的 十国南唐篇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